有人说我车着老虎 就已经是开中型火车 Hello 大家好 其实这个Vlog 是想记录我考中型火车的过程 我自己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车牌 1A自动波司机车 俗称废牌 铁骑你个死废财后人开废牌 你有棍波牌才跟我说话 但近年开始身边的朋友玩棍波车 又见到有朋友去日本旅行租了一部GR Yaris 我心思思都想考上棍波车牌 于是今年定了一个目标给自己 要考中型火车 因为只要考18号棍波牌 他就会送回1号私家车 2号轻型火车的棍波牌 而且排期只要3个月 合格率都不低 原先我以为应该很容易搞定 我始终开了十几年车 这么多路面经验 但铁骑后才发觉 糟糕了 我没有棍波车的经验 中型火车是要有两个技力指 而且部车又重又大扭力 我在拿技力指和气压刹车的平衡 非常之有困难 考试前一日 喂哈喽 明天就要考中型火车 那其实 现在是星期四的凌晨 一会儿就要去考 了 但紧张到睡不着 老实说 没有信心考 呃 今天都被阿sir打停了一次 排位調頭也做得不好 希望等下11點考試 考之前 我還有半堂的時間 去練好自己的問題 緊張到睡不著 不過應該要差不多睡了 好啦,就是這樣,bye 考試當日 現在早上8點多 等一個多小時來到荃灣 特意將考試路線不斷走 希望到時 會比較熟 其實我走過不太多次 不過我猜整個考試最難 就是 德士古道的回旋處 駕私家車自動波起步 是很容易的 但如果你說駕駛中型貨車 要駕駛離下屁 這樣衝出去看準機會 這部車反應又不太快 其實真的好難 等機會 但又怕 但又怕亂出 便會覺得我違反了家庭規則 給我一個大梯 現在私家車都出不了 就是這樣 鐵騎軒踏上了中型貨車的考車旅程 殊不知 現實不太簡單 首先考的是拍位和調頭 我沒想過和練習場地會有些差別 考官最後還問我覺得拍好未 真心覺得已經肥了 之後駕駛市場一路去到攜起街 平時那裡有很多死車要踩著線爬頭 今次考車還多了一個清潔的婆婆 他這個移動中的物體 一路推著手推車 我唯有跟在他後面慢慢走 直到考官開聲 你爬他頭過去吧 在那一刻 我覺得已經判了死刑 但我想不到的是 天空還覺得我還未死透 是我差不多考完試 回到市場的時候 讓我遇上三個飛仔 對 來一下 判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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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了一個難題 了 找了一腿鞋了 1 2 3 判人去 1 2 3 笑 笑 笑 先開一下 唉 他去試駕駕駛 我以為他去營運車 駕駛在考試駕駕駕駕駕駛 哈哈哈哈 他去考場 他去考場了 會不會你一下笑聲 收人家 你真是背了仇 哈哈哈哈 有點了道 喂 後面有甚麼人 你們認識嗎 阿長 別管那個小飛仔 我們走吧 謝謝 相信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 我成功考到中型火車牌了 亦意味著可以玩滾球車 原先以為肥胖 但人生總是會有很多驚喜給你 而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千萬不要跟朋友說你記得考車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